一起出发去长城 有一句古话叫做 不到长城非好汉 到了长城不遗憾 我们现在去看我们的地势 我们在高的地图上 打了一个打了一辆黑色的地势 估计它也快到了吧 好了我们到了长城的脚下 现在是会有接驳车 送我们去到长城的入口 我们刚下车 对我们会坐缆车上去 前面是免费的接驳车 它会有免费的接驳车 送我们到长城的脚下 然后我们就去搭缆车 我给你们看一下 免费接驳车的标志 就在那 你们看见了吗 但是我们先要上洗手间 我们现在搭乘接驳车 接驳车要排队 你们看人很多 我们接驳车可以送到长城脚下 给你们看看接驳车 就是这种大巴式的 我还以为它是那种敞开式的电瓶车 但其实不是 好了现在到我们上车了 我哥哥在前面 没事我们就在这里上 看能不能找到位置 跟我妈坐一块 好了坐上了这个长城接驳车 然后我妈妈在我右边 我爸爸哥哥在我后面 风景在外面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长城了 好了我们到了长城搭乱车的入口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搭乱车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发现前面一整个旅行团 全部都是外国人 我给你们看 看是不是一整个团 轻衣色的穿着紫色的衣服 都是外国人 你们看 好我们从这个入口进去 安检过去之后 就是搭乘缆车 摇摇摇 那个上面说的是索道 其实索道就是搭乘缆车的那条线 把它叫做索道 那个那辆车我们把它叫做缆车 因为人多 干什么都需要排队 哪怕是搭乘缆车 我们也需要排队 你们看 还是挺多人的 刚才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是我的问题 我疏忽了 我给我爸妈买缆车票 我买了昨天的日期 所以我后面又去柜台 换了一个新的 是今天的日期 我们现在在排队搭乘缆车 给你们看看 是 这里写的是 每车乘坐八人 按顺序上车 既然是八个人 那么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坐一块了 我们现在到了 等缆车的地方 给你们看看 这里 也就是说 左边坐四个人 右边坐四个人 这样刚刚好 我们一家子可以坐一块 好了 我们现在上了缆车 给你们看我后面的风景 好看吗 这也是我爸妈第一次坐缆车 我要照一下他们 我爸说跟坐飞机一样 他老机动了 开心吗 开心 这边的人也在说 跟坐飞机一样 我们立马就到了 现在准备下缆车 好了 我们下缆车 好了 我们出来了 给你们看长城 我们现在上到了长城的北八楼 我牵着我妈妈走 我哥和我爸在后面 消失在人海里了 我待会上去人比较少的地方 我再给你们介绍 介绍一下长城的历史 以及这些建筑的一些风格 特色 给你们看一下 Oh my god I'm exhausted 给你们看一下那边 其实我才 我才走没多久 我就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妈 我妈都没有喘气的 果然我妈是 强者中的强者 咱们找一下我爸和我哥在哪 我看到我哥了 最帅那个就是他 好 现在人还是很多的 我都已经要累到模糊了 我和我妈妈决定在这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爸和我哥 同时跟你们讲一下我们长城的历史 长城 最早的长城是西州时期建的 当时是公元前2020年 现在是2024年 所以加起来一共有2244年的历史了 在秦始皇时期 就是秦朝就开始完善 然后从长城刚建开始 他就已经经历了十个朝代 最晚 最晚修建长城的时间是明朝 明朝的话也就是15几年 现在是2024年 所以从明朝到现在就是512年 你们眼前的这个长城在北京 叫做巴达令长城 你们知道为什么它叫巴达令吗 因为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四通巴达 四通巴达的意思是交通很便利 所以它叫做巴达令长城 在北京这一段巴达令长城 它是长达六千六七千千米 在北京的叫巴达令长城 但是呢 刚才我给你们介绍的 中国所有的长城 从西汉到现在的长城 加起来是两万多千里啊 是不是特别长 两万多千里是什么概念 就是从南极到北极走一圈 就是两万多千里 Oh my god 想一下人类的造诣 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里俯瞰的景色有多美 继续往刚才所说的 你想想 2244年前 那些劳动人们是怎么建的 这个长城 没有车 没有现在的机动车 只能够靠人力啊 用手搬砖搬上来 用手搬 或者是用 木制的那种 某种所谓的交通工具 给它挪上来 或者是使用马 或者是驢给台上来 两万多千里的长城 需要多少人力和物力 在这下面牺牲了多少的 平民百姓 战士 当然还有俘虏和战球 跟你们说一个典故 叫做梦江女库长城 梦江女的老公 当时就是被争过来 去修建长城 可能是发生了事故 所以她的丈夫 就永远的埋葬 在这个长城底下了 所以和平来得很不容易 我们一定要珍惜 现在和平 我刚才应该还没有跟你们说 长城为什么修建 就是为了抵御 外敌的侵略 唐朝是为了抵御 唐朝也就是 公元 二百多年前 也就是说两千多年前 是为了抵御匈奴 还有蒙古和 和另外一个叫什么 突厥 对的 他们其实就是中国北部的蒙古 比如说 元朝的成吉思汗 就是蒙古国的 可是成吉思汗真的太厉害了 他攻克了长城 他是为数不多的 攻克了长城的 所谓的外敌 然后前方的这个 给你们看 前方的这个是用来燃烧 是用来燃烧 那个烽火的 白天冒烟 晚上就点火 为了提醒国民 就是敌军入侵了 好给你们看一下 长城俯瞰的角度 这是北八楼 他们说北八楼会有个石碑 写着不到长城非好汉 是1935年 毛泽东在那里立的碑 但是我觉得是人流量太多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 现在只给你们看一下 长城从最高点往下俯瞰 你们可以看到 巴达令长城 七千多千米 绵延多长呀 好 接下来我跟你们说一下 长城这个城墙的细节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砖 这个砖是拿水泥和黄兔混合一起建成的 然后这个白色的地方是石灰和草木灰 还有一些特殊的材料一起制成的 所以它非常有粘性 还有长城还有一些小细节 我们到这边看一下一些小细节 你们会看到每个城墙都有这种缺口 这种缺口是什么用的呢 就是当士兵想要射箭的时候 就说我是个士兵 士兵Cristine 然后如果我是要射箭 我就可以藏在这里 我藏在这里 箭一射 就可以把敌人给射掉 然后呢 如果我想换位置我就 我就 我就等他们过来先 哈哈哈 我也是换位 想换位置我就 我就立马躲 等那个奶奶过了 躲到这 然后我继续射箭 我就可以把敌人给射中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 我给你们看哦 跟你们说这个孔 你会看到都会有这个小孔 这个小孔是为了灌住那些 那些铁水 非常滚烫的铁水 当敌人爬成墙 爬上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灌铁水灌下去 那么敌人就被 被那些滚烫的铁水给烧烧死 所以你们看 我们在下长城的路上 看到这里有卖纪念章的 我给你们看看 纪念章 我们挑了两个这个 写了我爸妈的名字 我们逛完了长城 现在在长城的边上 他们说是村 在长城的边上吃个午饭 现在也是一点半了 挺晚了 老人家饿了 年轻人也饿了 就是这个地方 长城下面的饭店特别好看 就是这种防瓦屋 而且它的那个砖块 也是跟长城的颜色一样的 朝香呼应多好看 然后我们要进来的是 这个叫做松林农家 这可不像农村了 可漂亮了 好了 我们进去找吃的 我爸妈和我哥都已经进去了 我在外面给你们介绍呢 好嘞 打开帘子 谢谢 找一下他们在哪 在这 他们在这 好香啊 好我带你们看看这个 这个农家大院可好看了 看看这里面的院子 开门 哇哦 感觉像是四合院的感觉 嗯 哇我们在这里选鱼 因为我们挑了一条鱼 中华鲜鱼 选一条 这个 我给你找我小 好嘞 这个黄色的是什么鱼啊 好嘞 金尊鱼 啊 金尊 金尊鱼 金尊鱼 哇 让我想起一首诗叫什么 什么金尊对月 对对对 就是这个金尊呢 什么 什么 九金尊对月 朋友们 你们帮我选一条鱼 哎呀 这师傅选了一条鱼 哇哦 我们看看 再秤 秤个这个鱼有多大 哇 大一条啊 这多重啊 还有更小的吗 2.5 2.5 这太多 吃不完了 好 看 2斤吧 2.56 还有再小一点的吗 师傅 这次最小了 还吗 你看 你看这 挺 哎呦 你鱼头鱼尾 城中间这么点 哎呀 好吧 就这条吧 我说话 谢谢 哎呀 2.56 就去宰了 宰了 好嘞 谢谢您